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歡迎來到第三節,我們本來想講日本家庭。 我們一定要鼓勵熊本雄。 而且我发觉这个网里面 阿红本红很多很可爱的神情 我们真的很感谢日本的朋友 设计了这个红人出来 还有是不是每次都是那个演员做的呢 我觉得他的性格是很统一的 尤其是他的手的性格 我不知道他演员是否同一个演员呢 有没有人告诉我 不知道 因为他基本上他变成了一个性格 而且那个性格是很统一的 不过日本人是很难说的 他里面可能很多个演员都不奇怪 他们是可以很统一的 他们根本是这样的性格 他们会知道是这样的时候 他们是很有守质的 红本红应该是这样的 到时的开心是怎样样 他说他是会很跟他们的工作 很认真 很专业 所以这种红本红是这个 叫做小花的味噌汤的 我们送的其中一个甜品来的 其实小花的味噌汤 它不单只是一个故事 那么简单 而且为了 Will 你好像在里面的那里 你也找到很多东西的 除了那个网页 你有没有看过的吗 我上连不过自己不懂日文 就没办法仔细看 但就看到 应该是每天有更新的 其实有新东西就会 是那个爸爸的更新的 现在是那个女儿 如果那个女儿 那个女儿又写 爸爸也有写 因为我看到最近一张照片是那个女儿 我忘记是她在吃东西还是在做 好像在学校那样 都会铺一些照片上去 即是她保持着她们的生活 现在也是 那个网站叫做 即是那种译 就叫做早睡早起的玄米生活 是 玄米你好像也带了油備而来 玄米就是什么呢 玄米 我们以为有些很特别的 你不是买广告 我不是买广告 遮住招牌 很多时候在超级市场 都会买到玄米茶 玄米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草米 草米 但是日本的玄米 比如这些玄米茶 它有特别是有一种很浓郁的味道 是很香的 因为它炒过 非常之香的 它里面介绍了准一种小食的 玄米小食 其实我在网上也找到怎样弄 大家可以弄 你怎么弄来给我们试试 我都想试试 因为它拿了糙米 找些水洗净 然后浸它一晚 第二天隔干水之后 用来炒炒到它开始转色脆脆脆脆的 好像加少许盐 如果你有需要就加少许盐 那已经很好吃 它里面有一个小食就是这样的 还有它基本上有一个很关键的情节就是 当这个妈妈患癌时 还有它有了生忌的时候 它也很想自己弄回自己健康的身体的时候 它曾经去找一个神医 神医 所谓神医就是在掌山上的那里 这个妈妈就学了 然后就很想她的那个女儿 就是学会这件事 对自己的饮食有帮助 那这个是一个引子来的 这个引子也都令到大家 譬如她看过那时候 原来你的身体健不健康呢 就是从最基本饮食的习惯 就开始建立出来的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讯息 而且它里面也说 尤其是它教小花 最重要的 你也没有觉得这个戏里面 看完之后那时 我们也觉得 要再看一次做功课 它那个味噌汤里面 它很细节讲是怎样做出来的 而且它告诉大家 原来日本的味噌汤里面 看似是很平常的 我们经常去日本 或者现在我们经常买一些味噌汤 或者去吃日本东西 日式的料理 它都会送的味噌汤给你喝的 然后味噌汤里面就是 最简单 就像我们中国喝茶的做法 一样他们喝味噌汤 里面就已经是一种很养生之道 大一门话 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做了一些功课 你就讲讲你的那个 哇 味噌大一门 是的 我报了一个 大学课程 味噌大学的 其实一本书都很厚 就很难看得完 我也是看了一些最主要的介绍 那你一定不合格了 你这样也看不出来 我未必要 但我看了头的一些介绍 比较重点 有什么好处呢 它不是有好处的 反而是从一个源流开始讲起 因为他想考究 因为很多人经常说味噌 其实会很想起面史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但他考究就说 其实日本 自己本身应该有一个 源流发展出来的味噌 就不是跟中国的面史来的一样 原来在面史里面 还有一些细致东西 或者秘方 因为他们说 如果根据他们的神话传说 这个味噌 是源于天照大神 即是日本的太阳神 是女太阳神 原来传给了一位叫做 红野奇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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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红野奇日女命 两个夫妇神 就让出来的 他说那时候的味噌 其实串法和现在很多时候 叫做MISO MISO 有点不同 叫做MUSHI 就应该是MUSHI 那时候的发音有点不同 MUSHI 根据这个 发觉原流应该是日本自己独创的 就不是完全来于中国 即不是面史那样的 是的 虽然它都是由大豆和盐 去发酵出来 但是本身会看回 你用不同的发酵 即是我们叫做酵母 因为可能可以用麦和米来做 即是可以有不同口味 是的 就发展到不同的香下 也有它自己的口味 所以在日本 如果有时看日剧 即是如果一个男孩 跟一个女孩说 你可不可以每日煮这个味噌汤 给我呢 即是等于就是求婚了 是的 而且如果他在红本那里来 是吧 红野 红野那里来的时候 红野那里就是在天照大神的故事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在他的神话故事里 曾经说过 天照大神被他的弟弟击了 就决定了 我不照大地了 躲在盒掌山里面 躲在盒掌山里面 以后不见人 那时全世界都没有了阳光 是的 于是其他大神 就为了要引起他出来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巨型的庆典 是的 所有的那些天神 包括有几个 即是那些叫观音 女神 那些观音女神 即是现在那些跳舞 他说是的 最早的一个艺技 或者一些舞蹈 都是源于这一次的 是的 那叫他在那里跳那些 就是那些艳舞 令那些天神在那里 很开心 很开心 唱歌 她说女性有种好奇的心理 我不要说八卦 是好奇的 好奇的 因为如果你说八卦 天神的 这也不就是人家的八卦 她好奇 在外面这么开心 我已经在发脾气 躲在那里面 没有人哄我 你们还这么开心 什么能引起你们这么开心 其实原来 他们就用个矩子 你引起他去好奇 撞一下 偷望你什么 当他一掀开 一些偷望的时候 他就立即找两个大力士 针着那边 抹开他 不让他关门 然后大家就立即 要求请天照大神 麻烦你出来 其实我们是 没有了你不行的 不是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就引起他出来 所以那两个 拉开的山谷就是后来的 雙扑的始组 是的 而就是负责唱歌的 就是后来的 我们看真人表演 那些 即是女幼 不是 她不是女幼 女幼 是再不同的 她这个 她里面 她有一个 她的读法 也是Queen 即是 如果汉字社 就叫观音 但是观音 即是一个理解 她们在佛教传练的时候 她都有这个名字 而Queen 就是说 这种 她那种仪式 即一种叫跳舞 这种有一种 有一种很原始的 那些叫具根纯拜 也有 即是很原始的 那些叫做 通常她拜的那些神 有些就是一个很巨型的羊具 是的 你别以为她说 这些人好色 不是 她觉得 尤其是农业社会 所有的 叫做 人力资源 是的 还有整个 生长 那些植物的生长 都是跟人的生育 是拉上关 生命力 这些就是传统文化里面 他们日本人 就保留得很好 而且很尊重这些 虽然是远古 有时候 你会看到 也有些面红的 我们不惯 不好意思 我们东北也有的 这个东北的杀满 我也是做过资料搜集 日本其实都是从那里传过来的 不过 你会看到 中国它保留这种习族的传统 但是就不是那么大宣扬 可能觉得 好像跟那些叫做性有关 不是很好保留这种 传统的文化 其实你可以做一种考察的 所以你会看到 书民电影 有时候 它里面就留下很多这些东西 而《小花的味珍汤》 和你刚才说的 《味珍大学》里面 它都碰到很多 在饮食里面 这些是一种文化 是的 我们要留下这种文化 还有这个它写的 叫什么 《三角宽》是什么 是一个作者 那么有名 它其实也提到 这个东西跟母亲有关系 因为原来在日本人来说 如果小朋友 最早的食物应该是母亲母乳 是 原来到鸡奶 第二种食物 在日本人来说 《味珍汤》就最早了 是吗 哦 这个也很深刻 所以很重要 如果母亲煮的《味珍汤》 它会一世很记住的味道 所以会 你现在看的 你还没看完 但也有很多资料 还有很多资料 而且你看那部电影 它那些资料 是不是小花的《味珍汤》 现在是很热的 很流行的 它有没有一些独门的秘笈 它好像没有告诉你 没有很仔细的 但里面的材料 其实我看到它 大部分《味珍汤》 都是豆腐 是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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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还有一些庇料 是没有说的 它会有不同的《味珍汤》 它会加不同的材料 是 是 所以通常是母亲传给女儿 是 但是我认为这个《味珍汤》 因为它现在真是小花的《味珍汤》 是很流行的 或者它真的有些很被吸 可能已经在山上的医生传给她 可能有些草菇也不记得 是 有些木的 那些 至少没有说她喝的那杯是什么 其实 我也在想会不会有些特别的草药 是 所以这个是妙的 等同于我们《味珍汤》 现在《味珍汤》 有很多这些 都是一些很正的健康的药药 现在我们香港很流行 而且对养生很有用的那些提材 我觉得我们香港也可以拍出来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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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是 是 他是 我的老师 阿延毛 他有很多秘方 她有很多秘方 大家一看到她的书 可能有听众朋友 喜欢养生的 她的书很难 而且很多秘方 很多时候她的父亲已经传给她 他父亲 他爸爸是很著名的 也是一個文學家 他裡面一個大家族 而且我們中國傳統的家族 對於一個身體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其實你家裡也有避坊也不奇怪的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倫家 或者一些家族 尤其是一些叫大姓的家族 他裡面也有很多這些 你不要以為日本人他有這些東西 但是他們保留得好 為什麼呢 我們在東方 中國那裡也有很多這些地方 奈何呢 我想這些地方呢 就是在上個世紀的時候 因為戰亂了 就有很多都失落了 唯一還有好處是 你怎樣失落呢 因為實在太多了 很多都能留下的 好像是炎號的 現在他出的那些書 我真的去看他用的那些藥份那些 你再很細心去看的時候 他都比你有很多學識 其實又不是一些很貴的東西 就是很普通的一些食材 例如呢 鹽 鹽是一種 鹽是重要的 其實他也有說過 早上一早 可以暖的鹽水 其實我現在經常都做 是不是實際上你會看到身體不同了呢 其實比較好一點的 早上喝一杯暖水是比較好一點 還有加鹽有少許實菌 但是你那種是不是一定的 請你如果要用這個 請你用鹽號鹽 鹽號 我沒有說 普通鹽都說 我們要推順 如果他這樣就變成雙標化 這個就是雙人來的 但是鹽號他現在仍然 我們覺得他是一個詩人 一個導演 滾滾紅塵 是他的作品 還有似水流年 似水流年 他基本上 你會看到他現在 最主要是他為什麼 他現在的書 或者他說的藥品 會這麼賣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香港好像這個小花都還沒蒸湯 其實很多 香港很多癌症 其實每人身邊 其實是我身邊都有 總有 在座外母其實支持 你說得很害怕 其實現在病 無論是男性女性 現在是多了 但是鹽號那個最吸引的就是 因為他就是人版 他給你的樣子 你看他真的很健康 而且他保持著 因為他現在發展這個事業 好像小花的味噌湯 他有一個網頁 所以現在他的飲食 有時候人們都想約他出來吃東西 九點鐘之前 我們就要完的 他說他又會 因為他要早睡覺 要早睡覺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保持自己的樣子 是一種叫 我這樣的年紀 都還這麼健康 就是這樣 因為能夠令到 現在我們有很多病痛 尤其是都是病 是 我們的飲食的習慣 也都不是很好 是 現在你會看到很多人都容易病 剛才也說起了 你會發覺很多朋友 很多時候都容易病 或者病了很久都不好 還有也有一個最恐怖 是有很多突發 突然之間突發 習慣了 P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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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不了 我都要講一講 Panda 和熊本雄 都告訴你 熊貓 是懂功夫 但是他的功夫 不是要來打架的 熊貓的功夫 是要來表演的 哈哈哈 是表情 和大家 好像熊本雄 其實是大家很開心的 就是那件事 我覺得小花的味噌湯 雖然他是一個很 剛才也說的 很傷感的一個故事 但是他很有庶民電影的那種味道 是將他那個 很鼓勵性 很積極的那個 就發揮了出來 尤其是我覺得他選演員 真的相當很好 那個小女就不用說了 這個簡直是 一個叫做天才的演出 他不是叫做演出 而是導演 是捕捉得他很好 是 是 他不用他演這麼多戲 譬如媽媽他走了 那時候不要拍他哭 不要拍那些 沒有的 還有沒有他特意拍他望鏡頭的 是 而這個小朋友 他要捕捉他一個小朋友 是 日本人對於拍孩子的這種 我覺得這次他用得很好 以前我們就以為他只是拍動物 動物都難 跟小孩子一樣那麼難 動物難一點的應該是 不過他拍的時候 他也會有一個手法 而那個手法就是 我教你演戲 但我不想你變成了一個演員 因為如果你變成演員 是演戲的演員 那時候就不一樣 所以他裡面的動物圓影 貓貓狗狗那些 他也捕捉得很好 當然有些傳聞說 可能他拍的時候 有很多死傷 那些死傷 那些死傷就是日本人 最慘的是 日本民眾 當作這些 你為貶而起床 你有這種功德 其實也不好的 不過現在我想 他也有壓力 要不然他也要告訴別人 他裡面的動物是沒有事 如果別人檢查到你有事 我覺得 那些不會買你的錢 所以我想現在那些摘貓物語 都不會死傷那麼重 但是這個 就是小花的味精湯 你會發覺 他對這個小花的處理 是相當之細緻 來捕捉到他的那個 整個那種生活的狀態 不煽情 我發覺真的 說多了 現在就開放了 下一節回來 我們也會講 另一部 這部麻煩家族 其實都是很值得推薦給大家的 有多麻煩 哈哈